中午吃飯時間 男子開著白色資源回收車 到汽車旅館 自稱前一天住在這 東西忘了拿回來拿東西 服務人員覺得很奇怪 不讓他進去 拿東西碰壁 男子接著把回收車 開到附近一間連鎖賣場門口停車場 已經是深夜十二點 男子身穿清潔隊背心走下車後 另一名友人也到場 從車上搬下一台腳踏車離開 順手把車鑰匙丟進垃圾桶 原來兩人是偷車賊 汽車逃逸 警方接貨清潔隊報案 晚間辦公室遭人闖入翻箱倒櫃 偷走鑰匙 把回收車開走 疑似四處兜售 因為回收車側面印有台南市政府環保局字樣 車子根本賣不掉 難消贓 只好隨意丟棄 附近做稍作埋伏 並未發現歹毒的 載回來的蹤跡 警方在連鎖賣場停車場 巡貨回收車 初步鎖定一名有偷竊前科的男子 儘快把人逮捕到案 記者賴冠章台南報導